主料,四季豆500克,米鸡肉200克,辅量,油,盐,鸡精,白糖,醋,地瓜粉,酱油,红萝卜一小块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米鸡肉和四季豆,把四季豆夹少段,去头尾和丝,放水里浸泡,可以再一勺盐进去,米鸡肉切片再切丝,尽量和豆子一样大小。 加入白糖,少许酱油,一点盐,醋,地瓜粉,抓匀,抓匀,让其入味,四季豆用水都冲洗几遍,捞出,沥干水,锅烧热,倒入足够量的油,油温烧至七八成热,倒入里肌肉,快速翻炒,肉炒至七八分熟,先打起来,锅里鱼油,倒入切好的红萝卜,快速翻炒几下,放进四季豆, 快速翻炒,可以直到家边开水,炒至四季豆七八分熟的时候,倒入炒好的肉,快速翻炒均匀,在锅里多为一会儿,让豆子吸收一点肉味,起锅,装盘,烹饪技巧,鱼肉要提前腌制一会儿,以炼更入味。 二炒肉时,要注意火力,还要不停的翻炒,不然肉里有糖,很容易烧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